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竟同时的被一股距离牵引 要拖出控制飞往高处的样子 韩丽面色微变 体内法力默然的全部的运转了起来 若是普通猿鹰中期修士 面对这股巨大的犀利 可能真的控制不住本命的法宝 但是 韩丽修炼清源建学之后 这修为可比同阶的修士深厚的多 再加上这些青竹风云建 先后被重新添加珍稀材料炼制过数次 远非普通法宝可比的 结果呢 这金莲在韩丽极掐剑决和法力强行镇压之下 终于一阵极颤的勉强抵挡住了这股犀利 仍然围绕着韩丽转动不停 抵挡着漩涡喷出的黑色霞光 而这个时候 韩丽也毫不迟疑的手中雨扇一亮 冲着空中的漩涡 面带凝重的一山而去 扑吹一声啊 一股三色火柱从山上狂涌而出 直接撞击到了从上而下的黑色霞光 狂暴密集的爆裂之声 马上在两者交汇之处大响啊 三色火焰和黑霞刚一接触 竟如同鬼犹碰上凉水一般的纷纷爆裂开来 显然啊 三色火焰比黑色霞光强大得多 在符纹闪动中的指示略为一顿 就如催枯拉朽一般轻易的被击溃霞光 一举冲入到了十余丈高的漩涡之中 然后一闪即逝的诡异的不见了 哈利目光一宁 眨也不眨的注视着空中 片刻之后 黑色漩涡中就传出一阵嗡嗡之声 而周边黑芒一仗一缩之间 中心处一声惊天的巨像传来啊 空中数十丈内妖气仿佛发狂一般的一阵狂勇翻滚 漩涡就在此黑光大放之中 一闪即逝的 凭空消失了 杭力脸色阴沉 单手一翻 三眼扇同样消失不见 脸上可也没有露出丝毫得意之色 毕竟这一扇下去就立刻消耗他近两成的法力 而根本没有伤到敌手分毫的样子 纺制灵宝 原来是你啊 你是不是姓韩 你怎么知道我 哈利神色一动 这心里边啊 隐隐的猜到了什么 但是脸色不变的缓缓问道 你这能骂三色火焰的羽善灵宝 也未免太好认了吧 在昆武山中 听说你坏了本尊复古主的一件好事 这现在又到小吉宫做什么来了 复古主 你是万妖谷的车道友 韩利心中大脸神色为之一变啊 他虽然说对这万妖谷了解不多 但对这位万妖谷谷主 自然不可能没听说过一点啊 虽然许多人根本说不清楚此人的真正修为 但是据韩利估计啊 在那万年师雄都有原因后期的修为 这位恐怕多半是人界寥寥无几的 堪比化神修士的老妖怪啊 否则弯妖谷就这般大模大样的立在大晋境内 早就被正魔十大宗文不知道扫荡过多少遍了 不错 正是老妩 听我的师兄说 你和本尊旧石玲珑仙子有些关联 而且还和其一起重返了镇魔塔的第九层 现在的第九层真魔器被重新封印了起来 你也安然无恙的出现在了这里 看来玲珑仙子已经安然的返回灵界了 那诡异的声音说到灵界两个字的时候 声音不由自主的有了一些变化 仿佛有些激动 又有一些畏惧的样子 玲珑的确已经通过逆星盘返回了灵界 怎么你和他认识 哈利脸色阴晴不定 缓缓的问道 但是咆哮中一只手上灵光闪动 无声的多出了一件绿色木齿 另一只手却默然多出了那件化为数寸大小的火顶 我啊 在灵界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那儿谈得上认识什么妖王之妃 不过玲珑仙子既然送你出来 想必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了吧 另外 那只原本镇压骨膜的八灵尺灵宝 是否也在你的身上啊 不要说什么此耻已经被玲珑仙子带到灵界的话 八灵尺不经过通宝觉的炼化过 根本没有办法通过隔界之力被带到另一界的 韩丽眼皮一跳却沉默不语起来 但是袖中抓着绿色木齿的五指不觉用力了几分 怎么样 老夫此问不好回答吧 还是韩道友根本就不愿意回答呀 这个声音越发的韵力起来 同时呢 一股强大的灵气从四周的妖气中突然爆发而出 直接往中间韩丽气势汹汹的强扬而下 虽然说这股气势是货真价实的十级妖兽才有的可怕行为 但是韩丽的神念并不比原音后期的修士弱到哪里去 所以呢 只是身形微微一晃之后 就若无其事的站在原地不动了 嗯 你 韩丽在感应到这股强大的灵压之后 却双目一眯 一缕精芒 从眼中爆射而出 所言极是啊 车道友不知道从多少年前 就开始在万妖谷深处避生死关 不到生死攸关之刻 根本无心出谷一步 现在来到此间 只是道友的一句话身吧 否则 依车道友的威名 不可能只有眼下的灵力吧 韩丽清吐了一口气 脸露一丝古怪之色 就算如此 那又如何 韩丽对你们和小吉宫之间的恩怨 丝毫不感兴趣 请您记住 我也没有插手的意思 只是 想借助这里的传送阵出去而已 道友 若不想让在下和小吉宫联手的话 我看还是放我出去的好 这韩丽的缓声一冷啊 也开始不客气起来 只要不是化神奇级别的修士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畏惧的 这种威胁的言语 老夫可真是好多年都没有听人说过了 我听人家说 你身具辟邪神雷 神通倒也不小 不过 辟邪神雷只对魔器有用 现在嘛 却被困在我的万腰帆中 你还真以为能和我对抗吗 不想行神俱灭 交出玲珑仙子留给你的东西和八灵池 我呢 若是心情大好 到时候放你一条性命 那也不是不可以的 车老幽 一阵狂笑出口 接连阴森的直接逼问道 行里暗烫了口气啊 看来 这位车老幽 真的没有将他当一回事 说什么 不会让他轻易离去了 不过 万腰帆的大名 他可是如雷贯耳啊 不少修士都说过 这是一件最接近通天灵宝 正品威力的仿制品了 难怪这老幽如此自大 不愿意轻易罢手啊 既然知道言语 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动对方 行里呢 也不再废话了 当即单手一扬 一团红光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之后 就悬浮在头顶树栈高处 不动起来 正是那件无名的火顶 行里在双手一掐绝 后中咒语声出口 此顶火光大放之下 迎风狂胀了起来 转眼之间呢 就化为了树杖大小 接着在法觉一催之下 顶盖飞射而出 顶中一任嗡鸣声传出 随之啊 拳头大小的火样 从顶中是狂涌飞射而出 转眼之间就密密麻麻的 遍布了行里四周 到处是红光一片 足有上千只之多呀 看来 行里也不敢小瞧 万腰翻的威力呀 竟一次把火顶的威力 全部的激发而出 不光如此 没有人注意之下 原本站在行里 尖头活动的 太阴火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踪影 竟也混入到了火压群中 同样的浑身 红光闪闪之下 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 分辨出其异常之处来 就在这个时候 汉里口中 咒语声一停 一声滴喝过后啊 所有火压 口吐赤焰 朝四面八方 击射而去 转眼之间 寒历四周 掀起一波接一波的 树丈高的火浪 不停的撞击着附近的妖气 整个空间中 炙热之急大声 彻底的化为了赤色火海 妖气和火海一接触之下 顿时啊 黑气赤焰是交织闪动 一团团闷雷般的爆裂之声 在两者之间轰鸣不断 竟将四周的妖气 逼得慢慢后退开来 哼哼哼哼 痴痴的雕虫小技 也想脱离破掉 本尊的万腰帆 别白日做梦了 车老妖一声冷笑传来 随即一声长长的厉笑出口 仿佛金石般直接 洞彻九霄之外 原本后退的妖气 一听此笑声啊 顿时聚集到了一起 一团团的黑气 开始凝结变形起来 一只只铮贴乌黑的妖兽 妖琴 纷纷的在妖气中显现而出 他们低好不已 名类不一 大的呀 足有二三十丈 小的则只有数尺许大小 但是个个目露凶光 望向火海中间的寒厉 寒厉心中为之一领啊 因为一眼望去 这些妖兽密密麻麻 妖气中翻滚排列着 黑压压一片 仿佛无穷无尽 再一声 厉笑传来啊 这些妖情傀儡就铺天盖地的 从四面八方 狂扑而来啊 寒厉眼脚抽搐一下 但是 莫不作声的一抬手 冲着悬浮头顶的火顶 接连打出了 树道清蒙蒙的法掘出去 此顶一颤啊 随即红光大放起来 赤红火焰 像整只巨顶都包裹在其内 化为了一颗巨型的火球 无数道炙热的火焰 从顶中飞射而出 加入到了火海之中 整个空间的温度 骤然升高了一小半 火海声势大振 但是啊 随即从火海中 击射出一颗颗 头颅般大小的火团 每一颗火团中 都包裹着一只体型大仗的火鸭 借助火海之威 他们直接冲进了四周的 妖兽傀儡群中 大小不一的赤红火光 在妖兽傀儡大军中 愁迷至极的爆裂开来 上千只火鸭呀 狂飞乱舞和那些妖兽纠缠了起来 火焰飞舞 妖气纵横 火光黑气 忽而纠缠一起 忽而分离撞击 竟一时呈现僵持之局 说也诡异呀 无论是妖兽被火鸭一击而穿 还是火鸭被这巨大的妖兽一掌拍灭 一方会在妖气中凝聚 马上恢复如初 另一方则会在火焰翻滚片刻之后 就会一火重生 两者都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一声冰寒的冷哼从妖气中响起 低沉的咒语随即从四面八方传来 正是那车老妖的声音 寒历目光一闪 忽然抬头望去 脸色漠然一变 只见上空原先浮现漩涡之处 妖气剧烈的翻滚起来 一只巨爪从妖气中徐徐伸出 只见此爪乌黑油亮 足有三四十丈庞大 五根数丈长的肩胛 闪动着阴森的寒芒 犀利无比啊 因为过于庞大 此爪尚未落下 就给人一种泰山压顶 必无可避的压抑的感觉 周遇之声一停 巨爪就向下一把捞去 一股妖风呼啸而下 仿佛巨风扫过一般的 让韩历附近的火海 都给刮得一阵乱颤 也算巨物的降魔杖 在黑色妖爪之下 显得小的都不成比例了 一声惊天巨响 在巨杖和妖爪之间响起 降魔杖 仿佛击打在金刚之上一般的 竟只能让空中的巨爪略微一顿 就一下子被反弹开来 巨大的妖爪丝毫不变地向韩历抓去 航力准持一敏 心念一动 四周盘旋的三十六口金色飞剑 同时发出了嗡鸣之声 然后呢 往头顶处移去 金光大放 众飞剑刹那之间融为一体 合围了一口五六丈长的金色巨剑 随即雷鸣之声再起 巨剑表面爆发出一道道粗大的金壶 骤然之间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金红 直接展向了落下的巨爪 扑斥一声啊 三十六口青竹风云剑 凝聚的巨剑 在杭力全身潜力狂催之下 几乎无间不催 金光一闪之下 竟硬生生地将巨爪一展为二 孟亨生从妖气中传出 似乎车老妖吃了一个小亏 变成两半的妖爪随风溃散 化为了团团妖气 转眼之间消失不见了 听到亨生 杭力却双目蓝芒一闪 猛然啊 一点空中的金红 顿时此道金光一个盘旋 化为了一条金芒 朝某虚空处狠狠咬去 砰的一声 那里丝毫征兆没有的 爆发出一团刺目的黑芒 随之啊 一面幽黑的盾牌浮现而出 金芒一口咬在旗上 却并没有将破盾而开 而就在这个时候 盾牌后黑芒闪现 又现出了一个矮小的身影出来 正是当日在槟城外聚集的 车老妖的化身 一名头张三只冲天小便 胸前的悬挂一把不知名引锁的 那个幼童 此刻他站在黑色盾牌之后 望着仍扑咬不停的金芒 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 刚经 你的飞剑竟然掺入了这等珍稀的材料 怪不得能破开我的摩天爪呢 幼童神色转眼之间恢复如常 目光回转到了火海中的杭力身上 我也所料不错 你果然只是一个化身啊 杭力对幼童之言 油若未闻 反而喃喃自语了一句 先杭力这么样的大麻大样 幼童怒急反笑起来 他二话不说 猛然虚空一抓 漠然手中黑光闪动 一杆灰蒙蒙的小帆 出现在了手中 刚才万妖帆的威力 我只不过是施展了两成而已 你就如此自大了 下一季 老夫就让你行神俱灭 我要让你尝尝 万妖帆的真正的威力 车老妖一说完这话呀 就一展手中小帆 似乎打算推动此帆 施展什么大神通出来 杭力呢 神色一宁 突然的冲火海中一点 顿时从里面 击射出数十只火鸭出来 直奔又同击射而去 那口金色巨剑呢 也在他剑绝一催之下 爆发出一声长鸣 一颤之后呢 就重新化为了 三十六口金色飞剑 每一口都有持续来尝 金光耀目 然后在温鸣声中 幻化出数以百计的剑光 略一盘旋之下 就围着幼童 扑头盖脸的 狂斩而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团人修仙传 第七百一十二回